安倍晉三8号在奈良街头演说 遭到枪击身亡 日本共同社独家取得 当时负责现场急救的奈良市消防局 无线电通讯记录 显示在枪声响起的11点32分 奈良消防总部就通报有加害事故 要求救护车出动 三分钟后说明有高龄男子遭到枪击 呈现心肺停止的状态 接着首批救难人员抵达现场 37分的时候有回报 是在自民党参议员候选人的演说会场 但都没有特别说明受害者就是安倍晉三 枪击过后约10分钟 安倍晉三在43分被抬上了救护车 两分钟后救护车出发 前往跟救护直升机会合 中午12点12分 安倍晉三由直升机宋底奈良献立一大医院 负责急救的医师表示 安倍晉三有多处都在大量失血 根本无法止住 经过四五个小时的抢救 输血超过了100袋 也就是2万cc 但也只能控制住主动脉的流血 最终还是无法救回安倍 于下午5点03分在夫人安倍昭惠的同意后宣告不致 胸贤山上彻野公称 因为怨恨母亲信奉统一教卖土地捐钱 甚至破产了还继续捐 所以计划刺杀跟统一教关系密切的安倍晉三 日媒报导山上彻野的母亲 接受奈良献警方调查后 首度对外发声 说自己的儿子引起这么严重的事件 他感到十分抱歉 但是绝口不提统一教 安倍晉三街头演说 却遭枪手从背后近距离射杀 警方为安工作暴露重大缺失 日本警察厅成立了调查小组 针对三大缺失希望进行改善 第一是安倍晉三背后的维安警力不足 第二是枪手第一枪击发后 旁边的人应变太慢 第三是重要人士的维安工作 竟然只委托地方县市警局负责筹备 安倍晉三是日本宪政史上 在任时间最长的首相 获得国际社会高度评价 他的奏势日本国内外同感哀悼 现任首相安田文雄周四宣布 将在秋天为安倍晉三举办国葬 成为日本战后第二位 获得国葬殊荣的前首相 安田文雄表示 安倍晉三在三一大地震的时候 振兴了日本经济 主导美日关系发展 在外交上取得丰硕成果 举行国葬不只是尊崇哀悼 也展现日本不会向暴力屈服 坚定维护民主的决心 TVBS新闻余思寅综合报导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